我们俩分居了16年 整整16年 孩子对他最开始的时候 我不是很想让脑壶停 2019年在一次体检中 医生告诉韩苗 在胸部有巨大肿瘤 这使夫妻二人十分紧张 医生一直就说 建议赶紧手术赶紧手术 他顾虑很多 我下决心 我一直在让他做 他不想做 当时医生做得很严重 但是后来医生就说 只有唯一的办法要开刀 我反正做过机会的达成 就是说如果这次恶心的环绕 那该怎么处理还是怎么处理吧 虽然是这么说 但是心里还是很害怕的 我就接下来 我估订你 我估订你 就是这么组的 你们都让他做